婆婆我朋友到了我去接她 怎么穿箭出门让朋友看笑话 不会的婆婆 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 她不会介意的 啊 这什么破地方啊 真的是 晓月 亲爱的好久不见了 可想过了 我也想你 真真 你现在怎么穿戴这么随意了 在农村待着又没有出去 没关系的 这里有什么好的 你怎么带习惯的 你能穿三千水袖多好啊 你多戴一阵子 你也会爱上这里的 走吧 心理我来 不要我自己拉就行 好吧 哎那是桃树吗 是啊 很少见过吧你 到了这就是我家 挺好的挺冬村的 这就是我婆婆 婆婆她就是晓月 阿姨好 好好好进去坐 阿媳妇 你去西连水果给她吃 我去美菜 好 谢谢阿姨 晓月我们进去坐好 晓月 听说你开公司了怎么样 珍珍最近公司遇到点困难 有个业务想让你跟你哥说说 让给我们公司做 我哥公司的时候我也说不像话啊 你哥你去说肯定能成 好吧我试试看吧 嗯就知道你最靠谱了 你是来这么玩的吗 肯定是啊 哎怎么没见阿熊不在家吗 他在树葡萄园 树葡萄是什么葡萄 树葡萄也叫家宝果 攒在树干上的葡萄 好我还没见过 走带我去看看 好 真正这怎么清理出这么多东西 这不你要来嘛 清理一下房间给你囤地方 好像都是没用过的 是啊 放家里一直没机会用啥 听朋友说可以在咸鱼上卖咸纸 这些空气炸锅 投影仪 拍立得 化妆品套装 按摩椅都是全新的 就通通使用一键挂上咸鱼 大家在评论区上咸鱼 收真正的英雄就能找到我了 大家记得关注完 后续还会持续上新的 走吧我们去找阿熊 好 老板买点汤 我用这个走吗 付过去了 好 本事拿一包 阿熊 珍珍你怎么来了 这个就是熊野吧 你好 你就是阿熊 年轻人怎么会想到在家种地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最自在的 怎么这么没有志向 珍珍你怎么看上他的 好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走了 我带你去再说服他 啊 这么多 我前面证都换了 是啊 我第一次看到也有这种感觉 珍珍 当初那么多条件好的追你 你怎么就学得这么个上下来 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你不了解他 你不懂 我就长得帅一点 一点志向都没有什么好的 他留下来做农场 也是因为不放心婆婆一个人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看就是找借口 够了 小人 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单纯 你家里调节他们好 他根本配不上你 够了 农村人怎么了 没有这些农人 你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我很喜欢现在这个地方 想吃什么自己重 靠自己劳动 有什么可丢人的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他们尊重你 我希望你也能尊重他们 好吧 到我没说 走吧 我们先回去 好 阿雄 我跟小月先回去了 好 珍珍 你哥现在应该不瞒了 你跟他说说 嗯 好 哦 我知道 怎么样 珍珍 我哥不肯 你再帮忙多说说啊 我已经尽力了 他刚刚还骂了我一顿 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 你竟然不帮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月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你也很让我说啊 竟然帮不了我 我公司还有事要忙 我会去了 这是新潮飞 而是 世界余生的样子 月光从夜空前行 朝一个方向聚集 故事一世界里的光怪路里 只是因为你是 樱花虫飞向草坪 陡落光与人心 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 这美好赠予你 你会长出羽翼 有毛巾和万里 将军事的温柔都紧收眼底 山河湖还行 阿媳妇别想了快吃饭吧 婆婆我想不通 我跟小月以前读书是那么好 就几年不见竟然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阿媳妇 踏入社会之后 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 小月也是个挺努力的孩子 只是芳华认错了 你也别换在心上 是啊 人总会变嘛 该走的我们也留不住 别想了吃饭吧 阿媳妇你快过来这里好多呀 好来了 你看这么多 水里面还有好多呢 哇这么多 哎那边也有好多 慢点别睡着了 咦阿姐 你不是在外地开饭店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爸最近身体不好 饭店没什么声音 我就关了回来干点别的 顺便照顾他 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书院观察 阿媳妇我还有单纸要送 我先走了 好 慢一点注意安全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好 阿媳妇你看这个好大呀 求把你摟了几个螺丝而已 慢一点 别等下把衣服都湿了 好玩嘛 我小时候都没机会在这边玩 喜欢以后多陪你来玩 那怎么行 你今天已经可以来陪我捡螺丝了 你开心最重要吗 你干嘛 没干嘛 不是我 我不讨厌了你 干不 怎么样 你没磕到 没事 哎呀都怪你天罗都掉了 没磕到就好 掉了没事 再见 你们两个在那里干什么 婆婆 我们在这捡螺丝 捡螺丝干嘛 多大的人了 全身还都弄湿了 我想着捡一些走螺丝 很不小心滑倒 不会去买呀 跑到这边来捡 吃饱了撑的 妈 买的哪里自己捡的好吃 臭小子 农场没活干了吗 还带他一起胡闹 没事了妈 一会我们就回去了 你放心 全身都湿了 一会干嘛了怎么办 马上给我回去换衣服 伯婆 我们都省得解完呢 等我回去 哦 死咋了 你这没事的 不会真的干嘛的 有一点 刚刚风吹了一下 好像有点感冒 我们家不是有感冒用吗 我去拿 阿修 我们带拍拍去溜溜吧 好 这样 一定 不在归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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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那不是阿借吗 走 过去看看 阿借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阿借 你不是在外地吗 怎么在送外卖 电倒了 前几天就回来了 说说外卖 说没有可以少我爸 那你哭什么 你个大妈呢 太太少了 我就手开了两分钟 不知道是哪个坏蛋 把我洗个外卖给透了 那也不注意哭得这么惨吧 那倒没什么 只是刚刚接到通知 我爸得更熟书 要好几万 所以是没人住 手术费够吗 不够 说完真的好难啊 阿借 你也别多想了 都会好起来的 我和阿熊还有五千 你先拿去印记 谢谢你们 一有了我就还你们 不着急 叔叔做手术要紧 阿借 没有过不去的坎 调整好心态 做好该做的事情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 走 一起去看叔叔 好 好 月光算 月空前行 朝一个方向 不思议 故事已是尽力的光 管的意义 是因为你 以火重复向潮平 如果光与更新 我会画这场 尽如飞雾的千里 这美好的日历 哇 婆婆 你做了龙顺份啊 是啊 您说怎么样 还好吗她 明天手术做了就好 没什么答案 唉 这几年他们家挺难的 生活哪有龙女二字 越是不顺的时候 越要沉住气 没有什么困难 是客户不了的 好 好 好